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 大家早安 天尚未拂晓 但是我呢 迫不及待的 想要和大家做一些的分享 希望不会饶宁的轻梦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 书名是 今天也要用心过生活 我想 疫情特别的阶段 很多人都宅在家里 但是我们不要 生活过得苟且 同时我们要做好 防护的工作 祝福大家都能够平安 今天也要用心过生活 我们每天都要保持 学习一项新事物的心境 如果你的生活中 有让你头疼的对象 不如试着主动接近对方 因为没有人会拒绝 想要亲近自己的人 不会有人拒绝 想要亲近自己的人 就算我们是独处 我们也要对自己 说一声早安 很多人每天 面对的都是一连串的 时间竞赛 如果我们提早一个小时起床 很多人就有可能 从焦虑中得到解放 他早晨的时间呢 就能够悠闲地度过 就可以品尝 用心烹调的早餐 就算我们因为疫情 宅在家里 我们的家也要保持干净 特别是眼睛 看不到的地方 你说我的家已经很干净了 那就让我们更加干净的地方 变得越发的干净 让干净的地方变得更加的干净 如果你小的时候怀着梦想 疫情窄在家里 不妨尝试着去实践它 一个人心怀梦想的时间越长 最终不聊聊之的危险就越大 还好 我发现自己啊 怀着一个梦想 时间很长了 最终开始去尝试去实现它 这是幸运的 每一天你不妨做一份清单 作者有一个不同的理念 我的做法是常常是吃几只丑青蛙 把几件重要的事情 又可能不太喜欢的事情先做了 但是我呢 不是每天都这样做 有时候我想要完成几件 今天重要的事情 但有时候我根本没这个动力 我就从我喜欢做的事情开始 而作者也是有这样的观点 他认为啊 清单做好之后呢 先从容易完成的事情开始 不能完成就留待明天嘛 留待明天并不是不做 不过是延期而已 列好了清单看一下 心中会有一种安心感 我想要做的事都在清单上 从简单的事开始做 也比较不容易受挫 看来啊 像吃三只丑青蛙 这样的时间管理方法 也不一定每天都得这样做 要有一点弹性 所以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 如何时间管理 也要比较有弹性 这是比较好的 每天的早上呢 一定要用心过好早上的生活 很多人太忙碌了 每天早上 以机器做的食物来裹腹 就算我们只有一个人 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吃饭 很多人给别人做吃的时候呢 非常用心 可是给自己做吃的 吃泡面解决就行了 其实就算我们一个人用餐 也要优雅的握筷子 享受美食 今天也要用心过生活 我们从任何一个人身上 都可以学得到东西 从温婉的人身上学得到 狡诈的人身上也有东西可以学 我们可以试着把每一个接触的人 当成自己的老师 好的体验 我们可以学到东西 宅在家里 不好的体验 也可以有所收获 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 各位一定要不要忘记微笑 只要我们不忘记微笑 许多的难关 我们都可以度过 让笑容为我们宅在家里的 每一天生活保鲜 各位曾经看过 孩童的笑容天真无邪 看了谁都会心生暖意 每一个人的笑容 其实都有相同的魅力 睡觉之前呢 我们可以回想 今天我笑了几次 据说一些有成就的人呢 他每天都有回顾的习惯 每天的早起告诉自己说 我今天一定要笑口尝开 哪怕你昨天失败了 过得很不好 今天也要告诉自己说 今天我一定要笑口尝开 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 一个一家公司 夏日延延 员工做什么事都提不及劲 结果呢 老板就发给员工 每一位员工一把扇子 然后老板说了一句 很幽默的话 又有智慧的话 各位员工 让我们今年的夏天 用扇子打败高温吧 结果那一年的夏天 就变得不同以往 每一次看到这一扇扇子 这把扇子呢 大家员工们都想 哎呀 今年夏天 咱们好好努力吧 结果呢 大家一起扇着风的时候 扇子仿佛就成了 齐心协力的象征 不管我们的年龄有多大 各位我们都要鼓起勇气 挑战新的事物 宅在家里天天吃 我们家人做的食物 甚至可能各位的食谱上 并不那么丰富 因为我们不常出门购物 就算是一般的食物 吃完了之后 如果我们说正好吃 美味也会加倍 吃完了之后 不忘和家人打声招呼 吃饱了 哎 东西正好吃 另外呢 我们宅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网络上 和家人相处 不要烦恼 自己没有教人的本事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有可以传授 给别人的东西 不过我们要做的是 首先要找到那是什么 宅在家里面 可能每个人都在用东西 这几天 我的一台电脑坏了 手机也出现了故障 常常我们要和孩子互动 可能大家在争相的 来使用某一样电器 某一样东西 比如说智能手机 可能你家里有些东西坏了 各位东西坏了 不一定就马上去买新的东西 买新的东西 是一种解决的方式 可是下决心修好它 那一刻 那样东西就变成 真正是你的东西 和人交往也是一样的 经过冲撞摩擦破裂 产生缝隙 然后关系才正式的开始 所以不要轻易放弃一段关系 认真的看待每一段关系 就可能不需要过多的朋友和物品 另外我们不能借口为对方着想 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对方身上 如果你照料你家的植物 心思非常的细腻 那为什么不用这份细腻的心思 来揣摩和我们交流之人的感受呢 如果我们要对某一个人说谢谢 为什么同时不附上一份礼物呢 如果你感觉有人想要对你说话 为什么我们不主动制造谈话的机会呢 如果我们想要表达我们有听取别人意见的能力 为什么不能够认错呢 如果我们想要人际关系清爽很多 为什么不事先定下原则 设好自己的底线呢 人际关系当中啊 让摆布又有何妨呢 一摆布毕竟不是退到世界的尽头 一摆布不过是短短的距离 我相信大家在疫情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 全世界在打抗疫战的时候 我相信你感觉人生的逆风很强 但是逆风很强的时候 我们更有自己在前进的真实感 如果你的生命当中遭人的否定 代表有人正在关注你 而这正是你开始的机会 另外也不要想每个人都那么在意你 不是每一个人24个小时都在想你的事情 宅在家里面是我们的奢侈 很多人过去很忙碌 回到家的机会不多 现在宅在家里面不正是我们的奢侈吗 现在有些人有独处的机会 独处的机会不就是一个人的奢侈吗 所以我们要把握这段时间 上天给了我们一个坏球 我们怎么样把它打成一个好球 如果可以的话 把你的工作在中午之前就完成工作 当然一个人独处并不是丢下一切 一个人躲起来 独处是回归最纯粹的自己 即使我们能够有独处的时间 是因为我们家人的配合 另外我们也保有自己独处的时间 我们才能够享受和他人共处的时间 另外我们也要想到 我们自己也要给别人独处的时间 既然宅在家里头 不妨把家里的茶拿出来 就算你的肠胃不好 不能喝绿茶 你也可以泡一杯绿茶 闻闻它 闻茶也是享受茶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家里有芳香精油 可以拿出来 不管食物有多营养 如果没有了香味 你可能一点都不觉得好吃 香草茶或者咖啡 如果除掉了香味 就可能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 著名的小说小王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小王子说 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 我认为香味正是一种看不见的珍宝 所以把家里面的精油 香油拿出来用上 我不知道你家和我家是不是一样 我家过去一些干货存货 现在都拿出来吃 过去很多用不上的东西 现在都用得上了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有没有听别人说某某人工作效率高 是不是他动作快呢 有时候是因为他下判断的速度快吧 如果我们在和别人的合作上迟迟不给别人答案 这会给和你合作的人有一种麻烦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疫情窄在家里 一句话 舍弃苟且的态度 不要说 哎呀 我窄在家里 有的吃 有的穿 就行了 不要有这样苟且的态度 哪怕窄在家里 做好防护的同时 不要过苟且的生活 想想看 如果你进到一家店里面 员工头也不抬 只是低头说 欢迎光临 谢谢会顾 各位 你的感觉如何 这就是苟且的工作态度 我们宅在家里 远程办公 我们也不要有苟且的态度 每天早上 舒舒服服的 让自己洗个澡 然后梳个头 让自己很清爽 然后以感恩来开始一天的生活 其实现在疫情发生啊 比咱过去瘟疫在世界流行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比过去好得多 如果你抱怨 为什么今年你碰上了这样的事 各位 人一辈子一定会碰上的 要么碰上战争 要么碰上灾难的事情 谁不碰上呢 人一辈子总得碰上过几次的 但是我们现在比过去碰上瘟疫的人要好太多了 因为我们在家里还可以上网 是不是 科技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 不过话说回来 便利是双刃间 我们不要忽略了宅在家里和家人相处的机会 我们常发电子邮件 但是我们也可以选择写信 写信虽然麻烦 却是快乐的事情 过去很多人吃外卖 吃餐馆 下馆子 现在自己做饭 做饭虽然麻烦 但却是快乐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把自己视为一件工具 不要抱着这件事我能做好 可能你做了之后发现并不适合你 不要抱着我想做那件事 只是怀抱着一个梦想或者憧憬 实际做后你可能并不喜欢 想想如果我是一件工具 是一个锅的话 到底是平底锅呢 还是土锅呢 还是高压锅呢 我是不是高压锅呢 我能不能把很硬的东西给炖熟了 能不能 一个很硬的骨头 很硬的东西 我炖熟了 很艰难的环境 我能够让它为我服务熬出一锅浓浓的 浓郁的红汤来呢 想想看宅在家里面对疫情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事情总有克服的一天 我反复的说如果不到世界末日 这次疫情总会过去的 但是在疫情宅在家里 请问你学好上天给你的功课了吗 如果你学好了功课 我相信疫情过后 你会变得不可思议的强大 祝福大家 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启发你 如果你有什么感想可以回馈 祝福大家每天以感恩来开启新的一天 也祝福你能够在疫情里面特别特别的平安 感谢观看